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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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讓佛弟子對於佛法的思考 開始 變成由被動的聽聞 開始漸漸地去主動思考 作為知識分子有機會行訴社會的思考 這英國聽得懂啊 是這樣子 你今天不理社會 不去用知識分子所讀來的書 獨立思考的內容形成洪流 形成共同的力量 形成輿論的判定的重要群組 那你就對這個社會沒有發揚權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這個云隊其實在2014還有2019年 辦過兩屆 那都是在台灣、台南的南西萬佛寺 進行四天三夜的寺院生活體驗 那除了上课之外呢 我们也有蔬食饗宴 就是吃美食 还有郊游踏青 禅修念佛 这些体验的活动 那因为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改成线上举办 不过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有才有这个机会 可以跨出地理的限制 这一次有大陆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加拿大 还有美国的朋友报名参加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也很期待 未来几天大家的交流 还有互动 这个是我们 接下来两天的活动安排 给大家参考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schedule 所以我们现在是 7月2号 礼拜五晚上的 这个社交距离大要紧 那今天晚上呢 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我们会由 师范大学的云婷同学 介绍 现在大家正在用了这个Google Meeting的软体 其中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是我们接下来这几天会用到的 那再来呢 我会介绍两位 我们这次合办单位万佛寺的法师 包含法杖法师 还有传音法师 那最后呢 会请同学来个香剑花 还有自我介绍 然后最后就介绍一下明天的行程 那今天晚上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交给云婷来介绍软体的功能 交给云婷 好谢谢 一个一个来介绍 我现在鼠标这个位置 这边是麦克风的功能 那等会可能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 需要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那平时如果是师傅在说话 或者是主持人说话的时候 会把大家的麦克风静音 这个是大家可以注意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镜头的功能 那第三个是举手功能 如果活动中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举手 这是萤幕分享 那这边有一个三个小点点 这边大家可以把它打开 看到有一个变更背景的功能 那如果大家等会需要开镜头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把这个背景换掉 有时候可能家里背后有人在走动 可以把这个背景换掉 好 那接下来看到旁边这边 这边有一个即时通讯 即时通讯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还没有报到的同学 帮我在这边打上你自己的名字 因为我们要分组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用的信箱的名字 和本名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核对 所以可能需要大家打在这里 对像指导学长这边打上他的本名 好 那最后旁边这边呢 是我们明天会有分组讨论的功能 那这边可能会把大家 分到每一组不同的组别 总共有五个组别这样子 那等一下指导学长会跟大家公布 对付的名字 还有个例数的组别 好 那白板功能如果我们有用到的话 再请示范大家说一下 那问与答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在这边直接提出 就是算是一种简答功能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 不过因为这个功能 和这个其实通讯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 都可以使用 我们都会有人在旁边看 好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意见调查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页面打开到这里 那我们做一个投票功能的测试 就是我们明天的上课也都会用到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投票完全是匿名的 所有人都看不到你投了什么 这样子 好 谢谢各位 那我就大概是介绍到这边 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 现在就提出或者举手 或者在旁边打出来都没关系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时间就交还给子豪 谢谢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好 大家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流程这个部分 可以的话一样给我个赞好了 举个手不是赞 sorry 好好好 好多人举手 好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介绍两位法师的时间 那我想要先确认一下 法杖法师是不是已经登入了 有 我看到和尚 有 好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 那法杖法师 好 这位呢就是法杖法师 他是台南南西万佛寺 还有很多其他寺院的住持 那法师他从成功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物理系 毕业不久之后就出家 那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那法师修行的历程呢 在网路上都可以搜寻得到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Google 或是百度一下 师父的特色是洞察人心 还有社会百态 还有以这个活泼幽默的方式和年轻人互动 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询问 都能有很多的收获 法师呢 他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去演讲 还有和年轻人谈佛法 他可以从地球里面的事情 谈到外太空的事情 那最惊人的呢 是他的热情还有体力十足 可以连续讲十几个小时 都不用怎么休息 那我就介绍到这边 那就教给大家在未来两天 自己来认识这位法师 就我讲的都不准 也请大家自己用心去认识这位法师 那我们就请法师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到我 这是我们这个黑客松佛学体验营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第一次这样办 非常感谢梓豪同学 现在人在美国吗 梓豪你现在在美国吗 对对 现在在美国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 七点十分 是不是在纽约 好 那在纽约远端为我们主持 这个第一次相见欢 那在前面两次的 我们说黑客松活动 大家都是来万佛市 那同学呢 也很有因缘 想到说推动第三次 但是呢 第三次呢 在去年遇到疫情 那想说啊 这样子 那就停办了 那今年呢 大家鼓足了 因缘呢 要好好的办 结果那又是疫情 不过大家想一想呢 既然这样 未来的情况 疫情的情况 也不是说 说没有就没有 那我们的活动 不能就这样 一眼在眼 所以大家就 开始推动说所谓的 所以我们用线上来活动 现在来活动固然呢 现在来活动固然 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内容 但是呢 我个人是这么想 搞不好这也是一种契机 为什么呢 就这一次这样推动 同学这样推动 主要我要说明 这是同学在推动 那师父呢 就是相互配 虽然说他是在 是在万佛市 但是呢 其实 师父乐见的是 同学们本身对待 佛法的一些 一些推动的热忱 我觉得这一点更珍贵 那因此我们就 在 在这个 私下的会议讨论当中呢 大家觉得说 好那这次要卯足的劲 希望我们在会 在线上的活动呢 也能够办得 不好意思说 什么有声有色啦 不好这么讲啦 但我希望能够一定意义上的 有声有色 特别是 因为这样 所以 原来预计啊 现场的 这个 真实的这个 活动呢 像子豪他因为正在 正在读书啊 正在拿学位 也不可能从美国回来的情况 他现在不但回来在我们眼前 他还在主持 现在眼前的这一场 这一场 这个相见欢 那可见 当然 有点冷 因为我就 如果我要真想的话 我就对了一台手机 在那边喃喃自语 周边不知道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活动推出 并且大力的宣传的 这个一个礼拜当中 其实是一个礼拜当中而已 我们就有了七十多位来报名 而且遍布全世界各地 然后再来呢 里头也有很搞笑 里头有爸妈 急得要参加 我都说啊 这个爹娘子步 因为我们这是三十岁以下 基本上是这样 那 这什么理由呢 因为我是觉得应该要 佛教应该在一定意义上 或者用任何的可能的形式呢 特别为年轻人办活动 才对 我一直有这种想法 我甚至于想要说推动一个 什么台 在台北办一个佛陀碑街舞 佛陀碑街舞的意思也就是说 让年轻人更加年轻 搞不好已经不是出位了 能够呢 透过街舞的比赛 然后我们给他一点点 小礼物这样子 那你觉得街舞怎么跟佛法有关系呢 对啦 你可能就像你认为有关系的 就像今天这样子 师父先讲开场白一下 但 其实 还有个意义是这样 我们办街舞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古人讲啊 这个 心中喜悦啊 手舞足道 手舞舞足道 是什么概念 就是欢喜嘛 那所谓的街舞的概念呢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中就是说 年轻人用他赤诚的心 然后呢用他的肢体语言 来表达什么呢 来表达对于这个三宝的欢喜 三宝的崇敬或者 仰望佛陀的那种喜悦 你知道 我们养过狗的人都知道 猫比较不忍 狗啦 在养过狗的人 主人一回来的时候 哇 那个狗高兴的 乱跳乱跳乱跳 然后冲过去 往前冲 往后冲 然后跳啊跳啊这样 其实又不是没见过面 天天都马在见面 可是他就是等待你 这一整天上班回来或上课回来 他那种疯狂的高兴 我告诉你狗之所以是狗 狗之所以被人家叫做毛孩子 被人家疼爱 还被中华民国的政府立法 说不能够杀狗吃狗虐狗 其实在很大的意义上就是因为在这个性格 这种性格就是他表现出对于他的主人的手舞主导的那种赤诚的拥抱 诸位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在大众当中呢 用他的身体语言表达对佛陀的赤诚拥抱 手舞主导 这有什么不可 嗯 对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啊我们的佛教徒啊 有很多佛教徒喔 他那个脑子喔 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大概是这样 就只有他注念的时候出现 所以说每次念佛都会联想到死亡 你听懂意思吗 只会这样 这样子让年轻人会觉得 虽然死人也会是年轻人 年轻人也会死啦 不是老死喔 搞不好也什么疾病或死 但我们知道 人家说我们说 棺材是装死人的 不是装年轻人的 我知道 有无常 问题是 问题是大家要了解 就是说所谓的 所谓的年轻 就是因为他 他对于各种生命呢 还在探寻 那还具有很多的热忱 那佛弟子就是要在这里头呢 要展现出 要给年轻人一个探寻的可能 一种 一种 好奇 探寻 探寻 探寻就可能 质疑啊 也可能 给年 给年纪大一点的人认为 离经叛道啊 早年的宗教改革者 你看那马丁路德 更早的那些人 在欧洲推动新教改革 虽然新教改革有人不一定接受 他推动新教改革 他都被当作异端 是吧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年轻的 当年是年轻的修士 或者年轻的 还不是 或者神父等等 他们 即便是宗教家 他们都非常的怎么样 他们都非常的 具有探寻真理的用意 同时在一定意义上 甚至于呢 这个 反对当时的传统解释 诸位 这就是我们办 黑客松 哈克松 这个概念上大家都知道 是大家聚集 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 针对某一些事情 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脑力激荡 然后看到共同的问题 然后用协调合作的方式 进行解决 我们今天年轻人 最珍贵的就是这个 他们可以协调在一起 他们可以共同找寻生命的价值 大家来参加黑客松 目的就是这样 师傅也希望大家能这样 好 我解释完毕了 现在交还给我们主持人 谢谢法师 在场的另一位 是传音法师 他是现在担任南西万佛寺的 摄影师还有录影师 师傅他来自马来西亚 来台湾之后呢 就和法杖师傅 还有其他师傅一起修行 师傅非常的朴实风趣 常常会和我们分享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的生活小故事 那这些故事都他深刻的人生体会 因师傅呢是非常专业的录影师 他无师自通学会录影剪接上传各种设备的操作 那现在万佛寺的YouTube频道 就万佛寺也有一个YouTube频道 里面的影片呢 大部分都是由殷师傅经手的 那法杖法师如果讲十几个小时呢 殷师傅也可以专心的录十几个小时 所以他的功力非常小可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殷师傅跟大家说声嗨 好 殷师傅怎么害怕 殷师傅过来 先用这个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用了 就见个面前 不好让大家看到大部分 好 来 殷师傅他果然就像朱卫说的一样 阿弥陀 祝阿弥陀 谢谢殷师傅 谢谢 好 那因为接下来是自我介绍 然后刚刚有一些朋友有反映说 在网络上好像有看到 目前这个活动有正在直播 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殷师傅先将直播关掉 因为接下来可能是同学们自我介绍的时间 好 自我介绍就不要直播了 是是是 稍微停一下 那如果关掉的话 请再跟子豪说一下 好 好 好 现在 现在就是停止 我们就停止直播 好 谢谢 好 那 接下来的时间 对 就像刚刚说的是自我介绍 那 就暂停一下 就录我都是来直播 现在无许暂停 是我介绍的 对 师傅可能也会 适时的跟大家聊个几句话这样子 好 那从现在开始呢 请大家用接下来的两分钟 想一下下面这几个问题 稍微准备一下 你的姓名 你来自哪里 是台湾的哪里 或者是其他地区 还有你的学校跟工作 如果你现在已经工作的话 你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最后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来这个应对 都是简短的就好 然后也不必太紧张 就是简短的几句话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就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准备一下 我来及时 好 好 这样大家有没有看到我 有 有 也听得到吗 我就用 我就用那个 这个手机 可能效果不会很好 但还可以一下 大家这样听得到吗 有回音 有回音 我看看 我看看 我是开到哪里 好 这样子 可以吗 可以 就不影响 好 那 首先呢 确实 我们在摸索 怎么样让这个 黑个松呢 能够 佛法黑个松 能够 在这种模式之下 办得 我们不敢说 是叫做有声有色 但我们 我们觉得 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让大家呢 在 这个 可方便的时间内 有一种可以聚集 一起来学佛 然后同时更重要的是 他 跟事物的关系是 近距离的认识 互动 然后讨论佛法 那讨论完了之后呢 各位同学 分组 分组呢 彼此之间 在交流 我们听到的佛法 或者我平常思考佛法 或者我对某一件事情的 佛法性的思考 佛法角度的思考 这些呢 我都希望年轻人能够 及早的 进行这种 群组之间的 这个讨论 那师傅呢 作为 年轻人发起这个 黑个松 云端黑个松活动的一个 支持者 跟协助者的 我真正的想法就是 其实有点 像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说来自于世界各地 有在北京的 有在纽约美国的 有在南洋 泰国 马来西亚 这样子 那我希望 刚开始我们至少就是说 能用这个华语 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当然一部分是由师傅来 最某些 这个同学的主题呢 来进行讨论 或者进行说明 但这也是师傅的角度 那同学们可以凝聚 去在这个团体当中呢 或者分组当中 或者整个大组别当中 进行什么呢 进行概念分享 或者是概念深入的 或者不同角度的讨论 那这样子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样的意义就是 让佛弟子对于佛法的思考呢 开始变成由被动的听闻 开始渐渐的去主动思考 那这主动思考 你要说什么很高原的意义呢 当然也可以啦 你比如说乃至于修行啦 将来自立立他啦 这些说法当然 这是一个很 我实际上说很标准的一种答案 但我觉得对诸位同学来讲 应该有个最接地的 最贴切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自我了解跟自我探寻 自我了解跟自我探寻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 黑客松 我们要推动伴侣 以及隐藏在思路内心里呢 很想要让同学们 能够有这方面的经验 或者有这方面的能力 或者有这方面的收获 的一种活动 怎么说呢 其实佛法讲觉啊 那觉这件事情 本身呢 就应该从自我挖掘做开始 无论你最终 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人 像刚刚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其实都有什么 同学都用一句话带过 就我是一个 我是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外向的人 我喜欢交朋友 我喜欢旅游 我喜欢怎样 或者我是一个怎样旅游 怎样子的人 当然用一句话 是的 那一句话我可不可以用一张图 一张相片 当然我很害怕你放一张柴犬上来 或者放一个是 放一个是什么 这怎么想象呢 我的那个脸书 很早就爆棚了 因为他限制五千人 在他想象当中 人的一生密友 或者比较有交往的朋友 在任何个时间 大概不出三十个五十个 你的那个人际链接 这三五十个呢 会一直自幻 那他呢 他 他他他他怎樣 他是有一个 应该说 怎么说 有一个有一个形象的 我看看能不能用那个图形来表示 你稍等一下 他是可以用图形来表示的 就是说 你的朋友当中 你的朋友当中 是有一些蛋黄朋友 蛋黄什么意思啊 就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 然后呢 接着呢 就是一些蛋白 蛋壳 最后蛋外 这还是朋友哦 这样 你必须保持连结 这样子 那 这就是形成你的一生 的人际关系啊 坦白讲 搞不好 你的最密切的工作伙伴 或生活伙伴 感情伙伴 都会从这里来 都会从 都有可能 那可是呢 什么是蛋黄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是哪一种 哪一种蛋黄 你才会去找到 这一群是你的蛋黄的人 就是很 可以隔离到底 可以拷着 可以黏到一块的那些人 好 这样子 那这个呢 黑客松也是一样可以提供的 所以我其实蛮在意 黑客松来自于哪一些区域 那么同学们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 能够有怎么样子互动 所以呢 这才会有我们刚刚的 这个 子豪啊 他说到说 你觉得最棒的一首音乐 或一首歌 要么你就录个一分钟 半分钟出来 要么你就做个连结 你告诉大家你最喜欢什么 这第一种 第二种 你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希望用什么形式被人家看到 这样 当然我们主持人客气啦 他怕大家 怕到啦 本来我们有更劲爆的 那个什么 那个 自我介绍的方法啦 那后来 台湾的赖管理阶层 是怎么想的 不过当然了 他可能很 他一个公司要对所有人 他当然害怕说 你这个是没有说禁止儿童的 可能你会谈一些儿童不宜的 可是对于一般诸位的年纪来讲 我想这里有最年轻的好像到高中 是吧 刚刚好像子豪你怎么记得 好像是 高中嘛 高一 最年轻的一位提到他是 要升高一 那是啦 是这样啦 那你大概可以想象的到啦 就是交男女朋友啦 或者是说你 你对于你周边的异性朋友 你是个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什么交 是人间讲的那种 那种所谓的 只有性关系的那种朋友 当然我们会说 这个会不会在讨论当中呢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人生的问题 除非你出家 不然就在家 还有中间一种人就是 我们不谈同性恋或不同性恋 这谈在一起 就对于人类的根本欲望 性欲跟食欲这两件事情 食欲是被公然赞叹增长的 但性欲是每个人心中都可能存在的 可是他不能被公然谈 而且会觉得会伤风败俗 然后甚至于会产生错误的 错误的这种人生观 这个有可能 可是佛教本质上 非常不会用这么矮板的方式来看待 基于人性所需要的那种性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会有一个剧透 就是会谈到佛弟子 特别是年轻人 高中以上其实都应该要注意到 并且不用想focus 就是开始要面临到这方面的 自主的跟不自主的 理性的跟非理性的 感性的跟极端情绪的 这些交参着欲望 它可以是道德的 跟不道德的两端的对抗 它也可以是理性跟非理性的煎熬 它也可以是道德跟理性之间 道德跟欲望之间的拉拔 它也很可能只是一个 你要超越 然后你想去出家的一座山 各种样子在不同的人身上 它其实是用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力道 存在着每个人的生命里的 很多人我记得 我现在都快六十岁了 我记得我还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都已经我在讲经 那就会有人说 你这么年轻 你没有想到要成家立业 之后再来出家 你这么年轻 你就出得了家 你有没有交过男朋友 交过女朋友吗 你交过吗 这样 比如说人家还是 敢问的还是会问你 是这样 当然他可能还问了更尖锐的事情 那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人 他就本质上就是有困扰 在佛经上讲 这就是无名所形成的困扰 这种困扰呢 我不晓得 当然别的宗教怎么看待它 是跳过越过 还是什么呢 走过就让它错过 是怎么样过 我不太清楚 但佛教总认为 是问题就是成长的机会 记得 只要是你生命中的问题 那就是你成长的机会 你可以视而不见的跨过 那就因果法则来说 你下辈子还得再学 无论你下辈子是谁 然后他下辈子变成一只狗 没机会好好学 但是作为人可以主动的思考 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那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乐意要来办黑客松 那本质上本来是说 大家现前好像说力道比较强 不会太冷这样子 这个冷连结 人与人的连结不会太冷 本来是这个想法 后来其实我们大家换了一个角度 我们大家换了一个角度想 我跟工作的同学 推动的同学换了一个角度想 结果这个也不坏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就 虚拟化本来就一直存在 而且还被商业化 对不对 以后看电影可能就是很虚拟的 以后将来不要说什么5G 5G怎么样 将来是量子电脑 那传递讯息的那种全相席的传递 已经真的是一定存在了 将来你跟人家讲电话就是一个人影 陷在你的虚空当中 大概就是这样了 真的是很像 而最早推动这种虚拟化商业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就是成人网站 就是这样子 成人网站它就是要很虚拟化 很实相化 它才能赚钱 人类的进步永远是因为欲望 也有这种讲法 对吧 那我们佛法这么高 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让科技 来帮助我们大家在远端的连结 增长生命的内涵呢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黑客松搞不好可以分两类半 一类叫云端黑客松呢 搞不好未来可以一个月一个月 就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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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一个半天 那还是一样会简单快速的做自我介绍 但是我们可以 加入社群之后呢 社群的最多人数是两万人 注意啊 两万人 而且它可以对外做广告 不是 不是赚钱那种广告 就对外去去招揽人 所以本来就可以在线下 经营我们的云端黑客松 这个社群 两万人呢 开玩笑 那这里头 而且那它能不能分组 LINE能不能在这个社群当中又在分组呢 好像不能 好像不能 不过呢 LINE 因为在台湾发展得很深 他有写信邀请我说去台北跟他们 跟他们委托的一家顾问公司 广告顾问公司开会 结果可能 要解封了啦 因为他当时约的是7月7号 是这样 就没机会 那我也可以跟他推动这个概念 特别是有这一次 你看喔 能够到两万人 你怎么讨论 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社群 社群内要有群组 我今天 那个 紫豪才介绍我看那个 Discord Discord里头就可以分 伺服器内就可以分好多个主群 那可能大家一起进来 可以在主群内讨论 也可以在非主群内讨论 这大群内讨论 搞不好是这样 那这就是所谓的 线下黑格宗 平常大家就 年轻人 你们年轻人 当事物可以在那里 也跟你哈拉啦 没问题 主要是年轻人开始互相认识 互相在佛法的问题上 若深若浅 若生活的 或修行的 或怎么样 个人都不一样的问题 然后呢 提出来激荡 提出来激荡 那好了 平常激荡激荡的 我们每个月来 每个月来这么一次 云端 黑格宗 正式 在网路上面 来一个 一个小演讲 或者师傅做两场的演讲 大家做 大家做一次集席的 共同讨论 你的发言 所有人都听得到 那在这个共同讨论之前呢 呃 呃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呃 分组可以先讨论 他讨论出一个 各组别的共同见解 那假设那个组别 累积很多 很久的时候 那个组别就多了啊 那多了之后呢 我们每一年重组一次组别 那或者每半年重组一次组别 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各组的人会有 讨论出共同的见解 注意 光这个就很重要 佛法有没有机会共同 共同被讨论成共同的见解呢 在一定意义上 他似乎可以 但也有可能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佛法有些是属于 超越我们欲望经验 语言的内容的 他不是透过我们的经验讨论 就可以得出所谓对的事情 包括很简单的 谁证阿罗汉可不可以用民主投票 不可以 谁是佛也不能用民主投票 梵蒂冈呢 曾经就发布了 在好几十年前 他就公开发布了一件事 他说人类都是用 走的是民主的方式呢 在做政治上面的这个建构 大部分 集权国家另外在谈 大部分 但是他就说 他说民主不适合我们这一类的宗教 就是天主教 并不适合 换句话说 他们选 他们选教 教宗 固然看起来像用民主的方法 可是他们也急需要用很多 他们的宗教的观念 互相折冲 折冲完了才能够推举 所以看起来像是选举 其实他是用推举的 他就认为说 那种不记名投票的那种方式 完全不适合他们 像这样子 诸位就是说 在讨论当中 分组的讨论当中 你就可以保留了一种什么 保留了各种可能 你也融入讨论 讨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抒发己见 重点是大家都在了解自我找寻真理 跟了解自我找寻真理之后 再第三个是 我的人生该怎么定位 从我的人生定位之后 我的人生应该为什么而奋斗不屑 你比如说 我都快六十岁的人 我自己去推动 也接了一个宗教基本法 立法推动的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说 你在搞政治 什么什么 一定有人这种想法 包括佛教徒 包括诸位在内都有可能 但因为我的定位是什么 我的定位是 随顺佛陀所教导的大乘佛法 让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是我生命该奋斗的目标 虽然一切看起来都好遥远 但是不做就永远不可能前进 哪怕前进只一毫离 几万光年我只前进一毫离 那也叫做前进 那这对我这个生命今生来生都很有意义 所以我愿意为他付出不计成败 虽然也是会累啊 但累是肉体的 就像你肚子会饿一样 但我觉得我愿意为他这样做 诸位如果在黑格松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幸也找到了 你们生命当中愿意为他奋斗的目标 那这会是多大的意义 在事物来看你们信不信佛 应该拿这个做指标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开始在信自己了 信自己内在的佛性了 或者是信自己找寻 跟人生是有贴近关系的 你要知道可能你爸妈 最后被生活都磨到 这种问题他会回答你说 这种问题在我们读完大学之后 就再也不是问题了 因为没机会再去讨论这种问题了 早就被生活 被 讲欲望不好听 就是被感情 被生活 被工作 压得喘不过气了 哪还有时间想这种天边的事 这种事情可能很多人会这样跟你讲 觉得你在想这种事会不切实际 赶快面对现实比较重要 那我有两个事情回应这个事 第一 即便他说的是真 那现在你们如果还在学的 那你就应该就要赶快找自己生命的意义了 因为他们说的毕业之后大概就没时间了 因为做社会新鲜人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真的吗 入了社会就不应该思考人生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跟着媒体骂谁骂谁 你跟着说社会怎样怎样 或者有人做了个什么事 你去批评他或对或错 你投票或者你拒绝 那你又是以什么 你一时的兴起 还是媒体怎么说 你就东说说你就倒东边 西说说你倒西边 一个国家如果是泛夫走足 没读过什么书 叼个烟到处晃闲闲没事 他可能没什么组见 他也没学过什么重要的价值判断 他这样做我想也只能这样 可是诸位能够来参加的 应该都算是社会的知识分子 讲精英这个担子太重了 应该说都是知识分子 一个国家的灵魂是由知识分子来支撑的 谈国家主义又累了 我们来谈社会 我们未来的 我们要认识的好的朋友 乃至于我们生的小孩 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 这个社会会 寻寻我们的思考 而恰恰是作为知识分子 有机会寻寻社会的思考 这英国听得懂吗 是这样子的 你今天不理社会 不去用知识分子所读来的书 独立思考的内容 形成洪流 形成共同的力量 形成舆论的判定的重要群组 那你就对这个社会没有发言权 你对这个社会没有发言权 你转身再来说 我要把我小孩送到美国 我要把小孩送到日本 我要把小孩送到哪里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你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因此你才这样做呢 还是你在为社会发声音的机会 来临的时候 你从来就不想要做这个事 结果这个社会就一直腐败 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思考 大乘佛法的思考是 除了意念众生的生死苦乐以外 没别的事 哪怕你成佛都不是你的事 因为你会自然成佛 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是我师父在跟同学 互动黑客松的时候呢 我内心里头很很希望 黑客松有云端出现了 我觉得应该算契机 那包括这个 大家刚刚都一直说 眼睛很大好帅的 我们帅哥 这个允婷 他不但 不但他是帅哥一眉 可是人家帅可是有作用的 他很多思考是他提出来的 而且他一直知道 他将来毕了业他可能要做什么 所以你看他将来学佛的人是 是真的很幸运 他也幸运 社会国家也幸运 我们需要的不是哪个年轻人 去咖啡店开了多少 或者是护国神山 他又做了多少贡献 这样单纯 我们更需要每一个觉醒的年轻人 对人性 对道德 对宗教的信仰善 善的信仰 能够有认识 有抉择 最后有坚持 这个坚持是一种折善固执的坚持 那这个社会 以及我来看 你们就在度众生 你们就在那个社会相对的有道德 要有道德了 再往上 才叫做有信仰 你那道德你都抓不住 你信仰你怎么敢接受呢 因为信仰是倒过来 是道德的鲜艳基础 先有信仰 你信仰人应该是怎样 所以你才觉得 人的道德应该是怎么配合的 不要这样子 是这个概念的 信仰有信仰 当然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信仰拿掉 直接讨论 直接讨论道德 然后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因为共同的道德基准不一样 共同的道德基准不一样 我们都可以呵斥小三 小三夺人家的家庭 丈夫的关系 可是如果有些小三不是这样子 我没有在推动小三 有些小三是大老婆跑的 因为我有办慈善会我知道 我们曾经有个case是 大老婆跑了 哇 小 那个飘飘 那个什么 那个很一生很 替躺 风流替躺的男生 到了老的时候 老病 有小孩喔 有小孩喔 但老病没办法带 带小孩 结果那个大老婆呢 当然她够生气 也可以生气啦 她说算了我不理你我走人 结果是所谓的 社会上所谓的小三 来顾这个男的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居士啦 就去家访 家访的时候呢 还没去家访的时候 周边就 邻居就好多声音 说那些不好 那个没有用啦 那个小三 那个来破坏人家家庭的 那居士们开始会动摇 对啊 那是非道德的 我去帮忙 那个非道德的 OK 我说对 从短暂的角度来说 是非道德 但是你知不知道 人有一个很扩张的关系 何况现在这个人已经老到 不是老 他是病到 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 大老婆可能基于愤怒 也可能基于报仇 然后离开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什么 你自己做来的结论 你这个男的对感情不忠 可能这样讲 但就对我们爱护这个 这个病人来说的话 那这个小三的存在 也算是人之意尽 他也没有很有钱 是怎样 人之意尽 所以你看看 道德好多种解释角度 我刚才不是说 我的角度是唯一 我甚至于不认为 同学要用我这种角度 可是佛法呢 佛法更加的轻 轻轻的放下这种道德感 他还会进一步的说明说 那个可能有过去姻缘 一讲到过去姻缘 有人都头皮发麻 特别是大老婆更火 什么过去姻缘 他来弄走我的老公 有过去姻缘 难不成他不需要受到道德谴责 你看出现了 出现这个事情 佛法看更深 结果这深道 深道让人家不能理解的时候 道德甚至于会觉得说 那这样佛教怎么 这样看如何 你想佛教不简单 所以人间会讨论的就是 那个道德价值 但是佛教更深 我拿这句话做引子 做引诱的东西 时间到了 希望我们明天后天 我们的课程当中 诸位能对这个事情 能够开始有些触发 有些触发 我们不能被喂养一些道德思想 这样就满足了 佛法告诉我们 自决绝他 自利利他 就是在更高的道德之上的行为准则当中 你具有信仰 有了信仰之后 虽千万人无往以 孟子讲的就出现了 那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如果讲 精英应该那个才叫精英 不是薪水多少叫精英 那个能够对内心里头一种 放诸四海而被 可以认取为合法的 当然叫合法 合法的这种人生价值 他将人生投影在他那里头 他能够去奋斗 那很感人 那很感人 那也很有生命的意涵 我觉得一个社会 或者那个世代 那个世代 那个世代值不值得尊敬 那个世代 会不会被未来的历史觉得说 那个世代出现了很多的伟人 或者创造了很好的那个世代的世界 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你看看 希特勒的世代 一个号称最有理性思考的德国 可以全国像发 不要讲发疯不好听 就好像遭到了什么恶咒魔兽一样 顺从今天谈都不愿意谈的纳粹思想 整个国家 你就可想而知 再有理性 都抵不过人类隐藏在内心的黑暗的无名 这种国家都会出现 所以你知道吗 德国最讨厌希特勒传在世界上流传 可是全世界已经好多希特勒传 我的奋斗 这样子 德国人不希望 希望这部书在地球上消失 你知道吗 他们可完全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可是这就是德国近代史当中 他们还要在卯足了近面对的事情 真的真的 他是一个世代 一个世代的思想 希特勒斯现在也是 现在是在反那个世代 但是本质是什么 诸位啊 我们华人的世代 如果能够这样子来思考佛法 透过佛法来思考这样子 我们佩然能够成为一个世代的引领 风潮的散风潮 不是为了引领风潮 引领散风潮的一个世代 所以子豪你们讨论看看 线下要不要再继续 是不是要继续推动 还没开始 还正开始线上 我就在谈线下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今天很成功 那很谢谢呢 梓豪做主持人 好像你有说到说 要请玉婷说到说 这个界面要怎么用 好像有要介绍一下 是不是 有 刚刚刚开始有介绍 已经介绍了 OK OK 好好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随时再说明一下 这样子 那QR Code 在那里的话 每个同学都可以去照一下 然后就可以加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好 那就这样了 那主持人还有什么交代 针对前者呢 就希望这几天的活动 可以来挑战你的 对佛教的认知 或是巩固你对佛教的信仰 针对那些非佛教徒 或是只是对佛教有兴趣的人 希望这几天的讨论 或是法师的开示 也可以让你看到 哦 原来佛教是这样 在看待这些社会议题 或是这些生命上的议题 那无论你最后是 决定要信佛教 或不信佛教 其实都没有问题 我们最希望就是这个平台 可以带给你 这方面的资讯 好 那 刚刚有朋友提到 马来西亚的版本不支持社群 那我们会私下再寄给你另外一个邀请 那个邀请应该是可以 你是可以加入的 对 德务同学 我们会再跟你联系 好 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提出 我会继续在这边待一阵子 那有问题可以 对 就是在聊天室这边 跟我们反映 那明天的活动是下午 台湾时间的下午2点到5点 而且是谈人与人的连结 也主要是谈爱情 对 那这支柴犬看起来有点奇怪 而且关于爱情的问题 我一律建议分手 这只是一个比较聪动的标题 那实际上到底要怎么看待爱情 怎么经营爱情 或者说到底要不要爱情 这个是我们明天会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晚上7点半到9点半呢 是看到正妹或帅哥如何射击时空 那相信射击时空 空击时射这个大家可能多少都有耳闻 其实就是佛教一个很有名的心经 就短短的260个字 但是把所有佛法的生命智慧 都总结在这短短的文章当中 那明天我们就会以这个文本 短短的文本为基础 然后去讨论心经怎么应用在生活当中 好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圆满到这边 很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明天见 那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跟我们反应 再见 拜拜